首先呢就来关心说 中美啊针对这个 美国说是间谍气球这件事情 持续在延烧当中 我们来看看 美国针对这件事情呢 中国大陆驻美国使馆的代办呢 徐学渊就说 就美国袭击中国大陆民用的 无人飞艇向美国国务院 和白宫管会提出严正的交涉 好 中国大陆驻发的大使卢沙也说 其实你美国用这种平流层飞艇 来探测来监视中国大陆 这种发生好几次 我们都是低调处理 意思就是美国你常常来看我们 我们都低调处理 不像你就美国这一次这样子 大陆说最近发生的这个事件 叫做飞艇 美国说是气球 好 不管是飞艇也好 气球也好 在国际法的定义上面 通通是一种航空器 而且主要的就是一种民用航空器 对 这种民用航空器 中国大陆固然经常会放这种 气球或者是飞艇 来侦测平流层里面的一些天气的状况 美国还会比人家少 美国不会比人家少 大家不要误会 好像美国都不做这个事情 我跟各位解释 这个第一个是科学探测上的必要 因为它必须要测量地球的这些 种种的这种变数 那为什么要飞在平流层上面 平流层就是在25公里以上的高度 为什么这样的高度 因为一般的民航飞机不会飞到这个高度上面去 民航飞机只会飞在对流层 它不会飞到平流层 一字之差 妙之千里 高度差很多啊 那你叫航空公司要倒闭 你那飞上去的气候 好会很多好不好 那为什么在平流层 因为平流层的气候 对于大地球来讲 是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在上面飘的话 那个基本上 不是在做军事使用 因为这种飞艇也好 气球也好 它没有自己的动力 它的动力就是靠着太阳能 然后维持上面的侦察机器的电力 然后后面装了一个 一个所谓控制方向的一个仪器 需要这个太阳能的电来发电 你说面对平流层 那么大的风力 你什么涡轮发动机 都不一定抵抗得了 你就光靠那个太阳能电 怎么可能啊 你有听过太阳能飞机没有 没有啊 不可能会那么高空啊 等到低空滑翔机还可以啊 所以美国也这样做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发现过 美国的这个流浪的气球 流浪的飞艇啊 有啊 就刚才那个 卢沙也讲了 对卢沙也不是 驻法国大使的讲过吗 不要讲说美国 英国也有啦 对啊 那日本也有啦 更不用说什么南北韩 为什么很多的国家 它有很多的军机啊 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比较气象探测啦 大地探测的 它真的是需要用这种 成本很低的 军事用途 没有人会花这么低成本 做这个事啦 对啊 所以我就美国过了 那我跟他解释一下 国际法规上早就有这些规范啦 你用这种民航的这种航空器材 尤其是没有动力的 飞到人家的领空里面啊 你不能够把他当作什么侵略主权 你一样把他打下来 绝对不行 只要是民航空器就不行 你可以使他迫降 可以 你可以使他怎么样 改变方向都可以 但是你不把他击毁或击落 我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有这样国际法规的规定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距离 让各个太平洋很大啦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的国家都紧挨着 比如说南北韩紧挨着 比如说越南跟柬埔塞紧挨着 那非洲国家 欧洲国家更紧挨着 那经常会有隔一条马路 就是两个国家 那你怎么办 我这边的小国不忽然走私的 跑到你隔壁去了 你就说我侵略你领土 或者我的航空器放个风筝 不小心飘过去了 你说我侵略你领空 那没完没了啊 太荒唐了吧 对 何况科学探测本身 跟国际上就有个共识 我走私了 我失控了 所以我对不起 那就请你帮忙 帮忙 让我这个安全降落 我要什么收回 因为那是无害的 那也不像拜登讲的时候什么 或者美国共和党的人讲的时候 造成多少的 什么侵害领土领空 还有像 我们台湾那个驻日代表谢长廷 我讲的多严重 我只能说落字 不晓得国际法规什么规定 那美国把它打下来 这是美国不对 当然我要说一下 中国大陆没有不对 可是也有疏失 为什么 他是美国发现了 这个气球流浪了以后 那才表示歉意 他应该早就知道 这个气球已经失控了 就应该主动的通知各国 抱歉了 这个各国我有个流浪气球 可能会飞到加拿大 可能飞到哪里去 请大家多包涵 都注意一下 那只要这个气球 没有跑到对流程 没有妨碍到民用航空器 飞行安全 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 不会做处置 比如这一次南美洲的 那个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总统你要问他说 有个中国的气球怎么经过 他说已经飞过去了 那台湾 台湾当局也是很好笑 跑出来讲说 大陆怎么样怎么样 经常放气球过来 台湾很狭窄好不好 从左右两边 也不过一百多公里而已 最宽的地方一百多公里 那个气球风雨吹 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用去唱这个高调 台湾当局的外交部 还发表声明 对啊 趁这个热度 比美国还严厉 是在脑筋流的问题 现在拜登在国情之物里面 也尝试着很明显的 他想要冷却这个事件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美国英雄了 他已经把气球击落了 满足美国那些 那些很无聊很无知的 虚荣的所谓的自尊心而已 可是你违反了国际法 所以当然中国大陆会讲说 那不是气球 那是我的气象飞艇 那我既然是气象飞艇 你把我击落的话 那后果你致负 现在当然美国讲说 我的气球不还你啊等等 我跟各位报告 美国一定会还 那拿着干什么 他说FBI检查一下 他早就知道 这是无害的东西 如果有害的 而且有侦查很强力的效果的时候 你还让在上空飘那么久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不是拜登你赌值吗 是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曾经 去把一些气球给击落 不过这里面有不一样的状况 第一个 没有人说那个气球是他的啊 中国大陆也没有敲锣打鼓啊 说哪一个国家的气球 妨碍我的领土安全啊 他可能会觉得 飞航安全受到影响 是可以把它击落的 那看气球的高低 如果在25公里以下 那对不起啦 这非常安全 就像我们机场有鸽子 就要开枪打 这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情的轻重反击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没错 因为美国挑一个 实在最不好的处理的方式 对最不好处理的方式 的确又有一些反击的声音 华佑的专业作家 就说美国是过度反应 危险而且不合理 这位先生来看到 华盛顿的专业作家布特 他就说呢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气球事件 反应过度真的是危险 而且不合理的 我们再回到上一张来看到 美国现在还大动作公布什么 公布这时候 打捞中国大陆 还强调说是间谍气球的残骸照片 但你看这个 不就是一个太阳能板 加上这个气球的相关的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间谍啦 好 那现在呢 美国又很急啊 说什么奥斯蒂尹 曾经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房长 魏凤和通电话 但是遭到中国大陆拒绝 那现在美国这个飞艇 还说什么不还给中国大陆 但是呢大陆外交部就说 这又不是美国的 要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的权益 俄罗斯外交部也说 你真的是有点歇斯底里 美国的前资深外交官 傅利明也说 拜登政府好软弱喔 无法在极端两极化的过程当中 反对党的这种批评 他挡不住啊 对啊 对啊 这个议题就是一个地方报纸说 哇 有个中国的气球飘到蒙大纳的上空 蒙大纳的地方报纸 在探测我们的飞弹发射基地 然后其他的媒体 还有共和党就群起去瞎起哄啦 可能因为这样子 拜登挡不住了 或者拜登有刻意啊 要显示他是美国队长的威风啊 哎呀捍卫美国的主权 那跟美国主权什么关系啊 跟美国领空什么关系啊 国际法已经告诉你很清楚 还亏你拜登是 什么美国哪一个 三流法学院毕业生啊 不像委员那个是一流 我不能吹牛 所以我觉得傅利明讲的是对的啦 因为傅利明毕竟是 外交官都有经过一种 正统国际法的训练 他说你挡不住反对党的批评 你要把他搞得只有两极化 不过他应该知道 拜登开始在软化了啦 所以你要在国情之文里面 提都不提嘛 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那这个俄罗斯外交部 当然是批评很对 你美国从上到下是歇斯底里嘛 小题大做 尤其是美国你自己 也在做这种事情啊 比如说美军啊 你侦查别人是侦查最多的 累计呢出动60架次 侦查机前往什么南海侦查 这当然不是用飞艇的问题 那另外呢美军也累计出动 在去年的时候 68架次的侦查机 在12月的时候 好那更别说 北京大学的南海态势呢 也有说 美国你就曾经在 南海的上空 部署了侦查气球 然后呢 2022年美飞演习的时候呢 你好也有怎么样呢 有类似四艘的平流层的飞艇 在看啊 另外来看到 美国有一些专家说 美国你应该害怕的不是气球吧 而是什么 而是中国大陆有怎么样呢 有很多军事的实力跟底气 比如说这篇1945的文章说 中国大陆拥有很广泛的卫星网络 早就能够搜集情报 干嘛要用你气球呢 所以气球不是真正的威胁好吗 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呢 真正威胁是中国大陆建设 世界级的军队 在战争当中 要威褶或击败美国 比如说 PDF-22跟F-35的对标就是什么呢 殲20跟FC-31这些军事的力量 我要说几件事情 第一个 美国国王部长奥斯丁跟中国 国王部长魏凤和 两方为什么通不上话 不就是去年的这个 裴洛西 裴洛西事件里有两方面 本来可以随时拿起电话 Hello 奥斯丁 How are you 这个 Minister way How are you 每天都寒暄的啦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政治上的原因嘛 那美国想要趁这个机会 气球事件的时候 来把这个热线接通 我才没那么笨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对不对 而且是你来挑衅我 我还跟你接通 气球事件怎么能够 跟裴洛西事件相提并分嘛 所以这个 奥斯丁想要借机弄这个东西 实在是 太天真 很天真 第二个我要说一下 我刚才讲过 这个气球是一个民用航空器 国际法有保护的 不管叫飞艇 叫气球叫什么 什么都行啦 但是军方发的 发送上的气球 不在此类 因为军方发的 就是军事用途 那现在大陆已经告诉你说 这是我气象科学研究所弄的 就是标准的民用的嘛 那我已经跟你讲了 那你还这样做 这是不对 那美军有没有在各地去放这种气球 有的是基于气象的需要 有的是基于航行或者飞行的需要 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间谍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其他 早已经发射上去的卫星 雷达各方面 那个气球能干什么嘛 摘不了多重嘛 所以那个只是 临时性的很轻便的很便宜的 这个弄上去 那个怎么能跟卫星 跟卫星上面那很贵的仪器比 不能这样比 所以这些人表达的忧虑 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 即使今天大陆的歼20非常厉害 东风快递的导弹非常厉害 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 美国也没有理由把中国当做个威胁 理由是什么 中国在太平洋干很多这个军事基地吗 没有啊 他打不到美国 除了洲际弹道导弹 也打不到美国 你说那个歼20可以飞到美国 飞太平洋吗 没有嘛 你要加几次油才飞到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构成什么威胁的 连到 连从那个歼20要飞到关岛的时候 都还要加两次油到一次油 都还有这个需要 所以 它是吹一巨子的能力 对 它吹一巨子而已 它不对构成对你美国的威胁 不像是攻击别人 对吧 所以你这个当时也讲不清楚 第二个 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的这个 战机的基地啊 跟防卫设施构成威胁 会 为什么 它到处布基地啊 冲绳基地不够 日本本土基地 从三折开始 最北边的三折空军基地 到最南边的什么冲绳的普天间基地 现在还要搞个什么马尾基地 有没有马尾岛基地 它不够 它跳过台湾在哪里搞 这地方 这家四个基地 对 海空军基地 那请问你 这美国的战机 美国的军舰 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就是几百公里以内啊 是谁在威胁谁啊 先弄清楚嘛 对不对 好 那既然我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威胁你美国的本土 那你美国跑到这边来威胁 你目的何在 当然很多原因啊 就是你随时要切断我南海的运输线嘛 要切断中国在南海的运输线嘛 要切断在台湾海峡的运输线嘛 要跟什么 要跟解放军在台海的形势进行比拳头 是你找上门的啊 是 对 那所以这里面的复杂性 美国自己要想清楚 想清楚一点 的确要想清楚 刚才委员讲的是说 这一篇1945的文章 当然充满是美国的观点 意思就是 中国大陆发展这导弹啊 很危险啊 但是委员讲的是 中国大陆没有要侵略你 而是他有拒止的能力嘛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 因为相较于这个飞艇啊 中国大陆了 反介入跟驱拒止就被说 当然要保护自己嘛 反抗你 尤其是东风系列 就被说发展得很好 东风21D被说是航母杀手 导弹 另外呢 还说这是呢 抵抗美国的戾气 另外还有包括 这个报告也有说 像是呢 他可以用10到12马赫 去打击航母班的 那另外再来看到呢 远程更大的就是东风26B 除了21之外还有26B 可以到关岛这个地方 被说是关岛的快车 还有东风17啦也很强 所以如果东风17去结合 东风21跟26的话呢 就会让他难以拦截 而且又非常远 我跟大家说一件 有趣的法律的问题啊 关岛不是美国领土喔 很多人弄不清楚 关岛是有美军基地 在美国的法律上 关岛不是美国的领土喔 关岛有没有选出众议员 没有啊 关岛有没有 这个什么可以派到美国 选参议员的 没有啊 在美国的法律上 关岛能难不是美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先确定这个 他是从哪里边拿来 第二次是 开罗宣言 跟从日本手上拿来的 所以喔 这个 你说我这个解放军 这个导弹可以打到 关打到外海 那也不是你美国的领土啊 对不对 这有什么好扯的喔 那的确解放军 有区域句子的能力 什么区域句子呢 就是说 大概你美国的航空母舰 只要进入靠近 中国福建沿海 1500公里的范围里面 我有能力威吓你 我有能力发导弹 告诉你不要进入 用东风系列叫你不要来啦 对 大概是1500公里 或者我的这个战机 发射的这个空射的这种 空射导弹 这种反舰的飞弹 大概可以到达这1500公里 他也没有说 大陆也没有说 我要打到什么 多远啊 多远 虽然大陆有洲际导弹 可以打到美国 那1万公里以上 那没有问题 可是打到美国干什么 为什么 常规导弹 打到美国没有用啦 要合的才有用 为什么 因为那个所谓的 要飞1万公里的那个飞弹 那个弹药要很多 载弹量要很小 用常规导弹是 等于大炮 要打小鸟嘛 你这个飞了1万公里 顶多打到这个美国 一个差不多 100平了 一个大炉 划算吗 不划算 只能用核子武器 才会有那种效果 跟美国防疫的核子武器有很多 所以很多导弹可能被打下来 被打下来的时候 要足够量的导弹 才能够穿透美国的防空网 那问题来了 中国大的核子武器不多啊 中国是军事大国 但不是核子大国 再讲一次 俄罗斯的核子武器多少 6200克 美国多少 5700克 还是300克 看不同统计的说法 中国多少 没有人说中国有超过400克的 对啊 三四百 打个麻将 中国带上去的筹码 都还不够上去 呼几 所以 中国还不是核子大国 所以即使有这个 洲际导弹的话 对美国都没有过程威胁 对 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陆 美国常常都会说是什么 中国威胁论 哎呀 中国大陆发展军武 就是呢 有侵略别人的野心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就呢 所谓核武大国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跟你比真的差太多了 美国在全世界有800个军事基地 那中国大陆 其实呢 根本没有所谓的军事基地 只有在吉布地那边是为了防海盗 所以呢 中国威胁论说得通吗 好来看到呢 美国常常想要拉着印度来 怎么样 跟中国大陆较量 但是呢印度最近有点糗 这个国产的战机呢 停放航母 国产的LC LAC的轻型的战斗机 停在维克兰特号上 还有这些 说好历史的里程碑 滑越起飞等等的 但是重点是 印度的海军说 根本不会采取 采用这种国产的战斗机 来充当舰载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国产的舰载机 载弹量作战半径 都是不符合的 然后但是呢 印度媒体还是说 好棒好棒啊 这次降落真的是里程碑的事件 当初呢 他其实还有引发笑话是 维克兰特号 在飞行甲板上 搭载用铁丝编织的米格29 这个 这其实他才是他的舰载机 对印度想成为一个大国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怎么说呢 各位可能不晓得 他这个航空母舰盖多久 到今年应该至少25年 对啊 他还没有盖好 你不要以为他那个 甲板那些感觉好 对 而且我不要误会 同样叫做维克兰特 他以前就有一个小型的航空母舰 叫维克兰特 他是跟英国买的旧 旧的早期的小型航空母舰 他淘汰掉了 现在他盖铜器一个 又在取名叫维克兰特 但是即使是如此 我就觉得实在太佩无他的毅力了 到目前为止 这个航空母舰 基本上还处于没有完工的状态 对 那难怪嘛 他的轻型战斗机 那个不符合现在 舰载机的需要 我跟各位解释 战斗机上面 的那个 舰载机的飞行员 是所有空军飞行员等级最高的 为什么 他要起飞跟降落 不是在平地上 那个基地 空军基地上 那么安稳的地方起飞跟降落 而且大部分的空军基地 他都会看到封场 这个气候的流向 去设计那个跑道 所以起飞方向是有的 对不起 航空母舰在茫茫大海里面 对 什么方向可都不一定 具战斗的需要 他随时调整 你要随时起飞随时降落 那个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 飞行员的要求的标准 是所有的空军飞行员最高的 那第二个 他要的战机啊 应该是要什么 最有用 现在台湾最流行的 最有润性的 为什么 他抵抗很多的 外在环境的压力 不会出事情了 对 就像说 同样的一根钢铁 多大压力会断掉 那个叫润性 嗯 你现在 清醒的 清醒战斗机 那你要保证印度洋风浪不大吧 保证那个 作战的时候天气不错 没有风 不能像台湾有东北气风 你跟台湾的 台湾的陆军说 30度以上不出烧是不是 是一样的对 所以难怪你这个 印度海军说 立马帮帮忙 你这一款战机 我在上面的话 会不会构成我维修的难度啊 对不对 因为你性能不好的战斗机 你随时 要停靠在航空母舰上保持维修 还是你要飞回陆地去 万一你航空母舰离陆地太远 你飞不到你怎么办 所以你也难怪 这个维克兰特 会有这么多的状况 而且用什么 用铁丝编织的框架 这个会不会太先进了一点 太先进了一点 太先进了 不过 印度 我也很不得不佩服 克难兴邦 我只能这样鼓励他 可是他要作为一个 一个军事大国 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要走 包括他 他虽有核主武器 但他的核主武器 基本上还是要靠轰炸机 载运 因为他的微型化还是有难 那么大的核主器 比如说 400公斤以上的核主器 那个洲际导弹 再没多久就会掉下来 太重了 所以你必须要收到多少 一两百公斤 现在美国 中国俄罗斯的那个核主武器 都快收到一百公斤以下 有的时候收到像一个 一个大型的一个气球 一个篮球那么大 可是你 对不起啊 你那个印度还停留在那个 以前那广岛那个什么 小胖子小蓝海 那个规模里面 所以核主器那么规模那么大 他的航空母舰 这个 哎呀不想再说他了 所以其实这个 要跟美国组建高科技的抗中联盟 我不晓得印度有什么高科技 我真的想不太出来 对了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现在怎么样 要组建 拉印度来组建高科技抗中联盟 美国来看到 说跟印度的国安顾问启动 关键跟新兴的技术倡议 叫ICET 承诺在人工聚能量子计算 通信太空强化合作 还要建立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 这个听到都 我都笑了 另外还想说 苏联盟开始炒作中国威胁 说中国大陆经济军事 还有产业供应链 这些举动都会冲击印度政府 基本上印度想跟中国较劲 想要再跟中国的经济科技 各方面一笔高下 这种心态 我们也是觉得无可厚非 每一个人的竞争才会进步 只是我认为美国拉拢印度 基本上只是要创造 他们原先围堵中国的一个外交声势 在实质面上意义不大 印度有很多的高级科学人才 但都不在印度 都在美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更好的待遇 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印度不是没有 那真的是 体量都不足以撑住一个科技 那么一个高度发展的 高端发展的一个产力水平 基本上到不了那个地步 所以要做一个工业合作 人工智能 美国本身很强 那里面有很多印度的从业人员 所以我认为美国是借机要挖走 印度里面极高端的人才 印度是有 那至于所谓的量子计算 也是美国一级的 但是美国人的数学基本上 我不敢说不好 但是真的印度人的数学 真的是比美国好一点 所以这里面有点 利用一个框架 就像在挖走台积电一样 想要把印度的人才 如果有一点的苗头的话 通通包罗进美国的权力圈里面 基本上我认为它的用意 比较多一点 至于所谓的太空领域 印度前一段时间 还跟中国申请 说你那个太空舱 我要share 跟沙特阿拉伯要 我有很多研究 需要用你的太空舱 那你竟然用到中国的太空舱 你还有什么太空科技可言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两个敲锣打鼓是有 但是意义不太大 至于所谓的军事装备 美国用心不良 因为印度以前的军事装备 都是买苏联的比较多 俄罗斯 俄罗斯 从俄罗斯到苏联都买他们的 那俄罗斯跟苏联的武器 有什么特色 CP值比较高 你也许看起来 他们有美国那么精致 那么美 或者那么复杂 那么高档科技 便宜啊 维修容易 军事武器大家不要以为维修 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因为 这个电兵箱放在家里面 是不太动的 但是如果变成军事武器 在战场上 宜来仪器是很容易坏的 风沙 温度 等等很容易坏 所以维修本身 对军事武器是很重要 要很容易维修 比如最近美国 不是要卖这个乌克兰 那个什么 什么高级的 A1这个战车吗 他第一个讲说 维修困难 要训练你们 或把一些重要仪器拆一拆 把它简化以后给你用 可是好笑的 我跟大家讲 美国准备把这个战车 卖给埃及的时候 就说维修容易很方便 但我不一定承认 美国的那一款式的装甲 战车 真的维修很困难 相对什么 相对德国的暴事 暴二坦克 为什么 因为德国自己的国防军 基本上要依赖说 万一战争的时候 我要找很多的义务兵来帮忙 他自己的这个军队不多 要义务兵 那你不可能义务兵里面 在短短几天几个月里面 训练的会操作太复杂的战车 所以他的暴二坦克的设计 就为了配合义务兵 很容易操作的立场来设计的 不像美国都是募兵制 来假设到装甲学校 就是要训练个两年三年 上去操作的 所以两个的等级 维修的等级完全不相同 而且美国的每一部战车里面 配备很多的维修的部队 但是暴二不需要啊 所以是有这种区别 美国才逼迫德国去卖暴二的坦克 那一样的道理啊 你现在啊 印度的这个军事装备 俄罗斯的就是很容易维修啊 那你美国就是 以后不要买他的 买我的 所以美国在做军事武器的推销 所以不是真正跟你合作 因为他自己 印度没有军事设备啊 zij维修的 澱帖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